城中城大火第四天 爆出了驚人的案外案 有民眾爆料 一名許姓的死者被爆出 是因為哥哥把他反鎖在屋內 才會慘死火場 死者的大哥被依過失致死罪送辦 而現在有陸續住戶 他們回到火場整理家當 災後的畫面也首度曝光了 樓梯陰森雜亂不堪 前屋主就說 40年前開始 這棟大樓就問題一堆 這都我們來 最好的 城中城大火第四天 內部畫面首度曝光 住戶回火場整理家當 地板牆壁全熏黑 樓梯間陰森灰暗 沿路走下樓 牆面斑駁 電線外露纏繞 還被堆放廢棄家具 民國70年第一任屋主說 當時城中城就問題一堆 每一個樓層的走道的那個燈 就是用那個十足光的 在用量而已 都屬蟑螂 那個是從裡面的一些管線跑進去 為了要省錢的關係 最後就剩下一部電梯 因為出入複雜 環境髒亂 修繕費一頭拉庫 跟建商還有土地持分糾紛 陶先生的爸爸 當初花60多萬買下一間 民國86年20萬賣掉 任賠殺出還曾發生 管理員被電死 他要去檢查漏水的問題 沒想到 那個水漏到地板 竟然會把它電死 恐怖的是有民眾驚爆 一名城市一樓的許姓男子 疑似被親大哥反鎖租屋處 才無法逃生慘死 大哥被醫過失致死罪送辦 確定之後我們會再報警 相關的人 送到地檢署去做覆訓 陳中成建造遭爆料 7到11樓還是辦公室 商辦便住宅 沒人管 市府雖然拿出髮條解套 但從前無主到室內畫面曝光 陳中成40年來問題一大堆 高雄史上死傷最慘活擊 也燒出公權怠惰大問題